來換煮熟 換那個什麼 鋪鋁這邊 我好像這個要整理可能不好倒喔 之後就在這裡 班長學不知道失敗嗎 比我鎖上的有點懶耶 這個進去的時候 我旁邊把它抹一點膠 因為它原本這邊 我稍微把它用那時候去講 講一下稍微有力抽 所以我們這個要抹一點膠 一樣 用這個德國的 這黑色的雞 快乾性 然後這個進去方向 這個是在裡面喔 因為這個 是對它沖出來的 啊這個一般的人 是覺得不用抹 但是因為 我那個case的狀態 我自己知道 所以這個部分 我會把它抹上這個東西 啊這個你們不要學 因為那是算我上次 沒有聽一個小失誤 好 瞄準之後 把它套上去 然後為了都用刀在掛的 喔 手先擦一下 啊這正常是用那些 有種在講的嗎 啊我沒有那種東西 這不知道很難燈嗎 喔不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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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好剛好 這你不要拿著過頭 拿著過頭 就倒了喔 按就好了喔 齁 齁 這個一般我習慣用這個踢竿 齁前面這樣子壓 它壓的時候它旁邊 它那個盾 剛好倒就到 搞的好了 它這樣比較不會熱 齁這樣換竹子 要不然我會擋到 喔就這樣壓 底下厚 底下厚 這樣子 喔 你開始有壓到那個金屬 那個 感覺 你如果拿著過頭的 底下的過頭 它原來是 我又叫它加進去 啊但是 因為那個底下厚油膏 是在那邊 啊但是這個進站 應該是沒有那麼敏感才對 齁 就這樣把它壓進去 好 這樣就好了 啊 炒還炒 人家說齁 前面要怎麼刺 好 把它刺乾淨 齁 刺乾淨才不會被那個老婆抓到 有沒有差 被老婆抓到的說 抓到的 快點 感覺去用抓到的過 好 這樣 這樣就差不多了 齁 差不多了齁 好啊 你如果 比較敏感的這個還要硬硬 我是覺得這樣就好了啦 啊它那個 有膠親密度會比較好 好